微博queen 杨子 恭喜肖战 杨子问鼎 2020微博 king and queen 请登台捧奇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 有请二位 超级绅士的肖战 当然也非常美丽的杨子 像花仙子一样 对 来吧 有请二位 同期你们的微博之光 同时也要欢迎新浪董事长兼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 有请小董登台为他们送上鲜花 表示祝贺 请三位合影留念 好 谢谢小董 谢谢 辛苦了 king and queen 请留步 请二位留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去年好像也是二位 获得了这个殊荣 是不是 但是跟去年最大的不同 就是杨子又瘦了好多 哇 真的 两位再次热情的掌声 值得你们送给他们 好不好 祝贺二位 微博king and queen 所以接下来我们 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机会 表达此刻的心情好不好 对 我们不要跟去年一样了 去年用感言的方式 用说的方式 今年我们不说 我们做 其实也是 用笔来画下此刻的心情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的题板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两个人平常也是喜欢 大家画画漫画 包括肖战 来 看到过很多你们的大作 所以 鉴于此给你们准备了 这样一个环节 好 来 所以接下来 要把自己此刻的心声 用笔画下来 嗯 看他们会画什么 肖战画了一个圆 这边好像画了个月亮 杨子 肖战的那个圆是 是太阳吗 有 杨子画完了 杨子画完了 来来来 采访一下 这是什么心情 你就是 要不这样 让小妮先猜一下 当然 看看你懂不懂女人心 我大概能理解他画的是一个月亮 但我感觉好像是吃一半的月饼 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含义 杨子哥我们介绍一下 我画的是一个月亮 因为我觉得 月亮是非常能够治愈别人的 我希望 我可以拍摄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去回馈所有喜欢我的朋友 我也希望这些作品能够给 很多人带来力量 并且可以去治愈他们 对 所以我画了月亮 来 捧着你的月亮 谢谢 肖战 为我们说一说你画的是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 我希望 不仅仅是我自己 然后所有人可以像太阳这样 像阳而生 然后给自己 给周围的人 带去力量 两位都是闪闪发光在天上的人物 是吧 说的跟话的一样好 上帘是月亮 下帘是太阳 横批是余生请多指教 真棒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真心的希望两位能够保持那份 赤子之心 能够向阳而生 积极向上 对不对 自由如风 无谓去爱 好好加油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下一项荣誉 这两位是魅力与价值双在线 究竟是谁 请看大屏幕 微博年度魅力价值人物 他们是颜值与实力艰巨的人气代表 以专业的态度对待演绎事业 以优质的形象 深受大众认可 成为新兴指数极高的品牌宠儿 微博年度魅力价值人物 迪丽热巴 李宪 来吧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李宪 欢迎 迪丽热巴 迪丽木拉提 欢迎二位上台 同时让我们欢迎点赞嘉宾 我们的刘嘉宁嘉宁姐 有请嘉宁姐登台为他们送上鲜花 表示祝贺 留情两位来到舞台的正中央 这两位可以说是偶像与实力兼具 魅力与才华兼备 这让他们积累了非常高的网络人气 所以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恭喜 嘉宁姐也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由她来颁发这个荣耀 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来 请嘉宁姐为他们送上鲜花表达祝贺 三位同时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星光熠熠 而且三位说实在的虽然是点赞人荣耀获得者 但各有各的魅力 嘉宁姐属于经典魅力对不对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您先用您的魅力先震慑一下我们 震慑一下 有没有就是女明星独到的拍照的这个 相互交流一下 我刚刚走上来不是已经展示了吗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俩在同一天走上来一次 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请这两位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对他们最近记忆比较深的 就是在春晚舞台上的那段舞蹈 为什么两位都一下害羞了 热巴跳得不错 李线你跳得实在是太可爱了 你们俩还记得舞蹈动作吗 还记得吗 来来来来 嘉宁姐我们看一下 这个提前没有商量过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人在春晚上那个舞蹈 真的让所有的观众 印象深刻 来 嘉宁姐你跟我们一起围观一下 三二一开始 有什么属于你们这一代人比较有标志性的动作可以交给我们 对我们也学习一下好不好 就是拍照的这种动作显示你们明星魅力的 有没有什么秘诀让我们也这个靠近一下 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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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习惯的动作 秘诀 嘉宁姐说这个好难啊 来我们试一下吧就有点憨 抓到精髓了 有点石头剪刀布的感觉 剪刀怎么了 热巴呢 热巴 这什么意思 他汗 汗 我说实在的 就是刚才你们做的这两个动作 还是代替不了你们在春晚上的那些舞蹈动作 记忆太深刻了 过不去了这事 嘉宁姐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加油 未来可期 希望两位在各自的领域 能够继续好好努力 多出好的作品 李线 人生若如初见 热巴 你是我的荣耀 期待你们的作品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